首先我們先從這個所謂的這個 閉關鎖國這個問題 然後我們再回到二十大以後 中共的命運 閉關鎖國也好 自主現官也好 其實這都是意味著是一個民族 或者是一個國家它失敗的產物 無論說你是否具有一種 文化抵抗的作用 或者是說它其實不應該被污名化 總而言之它是逆反世界潮流 剛剛吳老師也提到 正是因為中國關閉了這個 面向世界的大門 所以招致了所謂的百年的屈辱 甚至是積弱不振 被動挨打的一個局面 所以今天你不管是要對所謂的 閉關鎖德進行歷史翻案也好 試圖把它作為支撐習近平未來執政的 一種合法性的理論基礎也好 它都是意味著是習近平本身 他的政策的一個失敗的一個結果 否則何必用閉關守國 何必再創造一個自主 現關的這樣一個名詞 來遮蔽這樣的一種 醜陋的一種狀態 那麼談到二十大 馬上就要召開了 一般認為習近平應該是可以 順利獲得的連任 不過這樣一個連任我認為 意味的是中共四十年來 改革開放的路線宣告終結 那麼意識的就意味著就是說 中共將走向以後 我把它稱之為新蒙媚主義 什麼叫新蒙媚主義呢 我們剛剛已經提到了 就是在這個新冠肺炎的 這個防疫工作上 它採取了這種非常荒唐的 一種反疫的一個方法 在未來中共將進行 進入一個長期性的一種 經濟蕭條的這樣一個局面 這是一個不可挽回的 或是說不可能在一時之間 加以彌補的一種 結構性的因素之下 那麼如果習近平在二十大連任 而且繼續掌握 未來的國家主席的一個地位的話 那麼我們可以預言到 在整個全球文明 向前奔馳的列車上 那麼中共呢 它必將要吊掛車位 而且甚至最終被拋出了軌道 吳老師 在現在的這個世界 我們發現 中國作為一個古老的文明 需要重新找回民族生命力 跟創造力 那麼它的唯一途徑 沒有第二 唯一途徑 就是追求多元 追求開放 追求競爭 最後追求創新 我們知道中國 文化最有生命力的時候 其實是春秋戰國時期 百家爭鳴 百家齊放 百花齊放 很齊放這樣子 那現在 我們要打造一個 新時代的春秋戰國格局 這個 讓中國的各個不同地區 來表現它的特色 來互相這個 就像歐洲 德國 英國 法國 以西班牙 奧地利 荷蘭等等 各有所長 各自拿出自己的特色 來跟對其他的周邊鄰居來競爭 而不是強調政治上的中央集權 大一統 從政治監控到社會監控 到經濟監控 到教育的監控 文化思想的監控 不能再搞這一套 今天中共能夠理解這一點的話 才談得上未來的十年或二十年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 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那麼感謝各位 長期對我們的支持 新聞大破解團隊 將持續為您製作更優質的節目